高空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这是一家北方公司研发的信号塔自举搭建机器人 它可以完全无人化地完成整个信号塔的搭建 这个思路虽然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产业化 但是将信号塔模块化 让机器人能够双端供电通信自举行走 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 单从这个案例来看 这家公司所代表的整个北方的自动化水平 确实可能在当下超过了广东一个省